車行店面的玻璃門就像自由落體一樣 整片掉落地面碎了滿地 從外頭監視器看 汽機車同行同時玻璃門就出事了 看到這一幕來上班的員工真的好傻眼 趕緊把碎片裝成一袋一袋 擺在外頭施工前先用布來遮擋 可能是天氣啊 還是說玻璃本身久了 位在高雄大寮立行路的車行傳出玻璃爆裂案件 原以為是天冷造成 但玻璃行業者根據畫面研判 外力可能是主因 另外在嘉義蒲子市也傳類似案件 23號凌晨健身房拉下鐵門 但裡頭的玻璃門一個瞬間裂成蜘蛛網狀 大約兩分多鐘後 整片搭下來 碰整面掉落地上現場一片狼藉 一早員工看到待著了好久 揉揉眼睛還以為看錯了 就很多縣市都在暴下雪了 我想說嘉義應該沒那麼冷 怎麼地上會有冰塊 已經睡得非常的徹底 對 所以就是應該是天氣太冷 滿地玻璃就怕健身民眾不小心踩到 只好動起來清掃地面 會造成這種情況 天氣可能是關鍵 太冷爆掉它會玻璃會成蜘蛛網 一邊熱一邊冷就比較容易自爆的現象 嘉義22號最高溫還有22度左右 一天時間瞬間降到13度 難怪玻璃也抵不過冷熱溫差直接爆裂 現在業者只能摸摸鼻子熱了掏錢修善 華視新聞臺灣領遇者千千幫SNG小組高雄嘉義總和報導 哈囉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